为了让家中没有缝纫机的民众可以在家完成属于自己风格的面纸套 日前在文创园区邀请到专业讲师开设DIY手缝风格节气面纸套 从基础手缝技巧开始说明 不论是平针还是回针 男生女生都摒弃凝神的一针一线缝制完成 属于自己的作品 没有缝纫机也能手缝面纸套 为了让在家没有缝纫机的民众也能学会亲手缝纸 有文化部主办的DIY体验手缝风格节日面纸套 日前在华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课 除了女生来报名 现场也有两位男生学员加入 同样展现一针一线的细心缝纫手法 就是外显在外面可以看得到的缝线就只有两条而已 所以其实不需要就是说太有高声的技法 他们就可以完成 因为其他的线都是藏在里面的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有两个男生的同学 其实他们也都缝得很好 其实也不用到很高声的技巧才可以缝出来 那内部的话我是有教他们比较难的叫回真缝 那回真缝的话其实他们如果不会的话 其实就缝两次平真缝就可以 所以原则上就是平真缝就可以完成了 但如果民众在家里的话 其实他们的旧衣服就可以拿来做 就是比如说像衬衫或是牛仔裤就是把它探平 然后就是尺寸我都已经给同学了 所以他们回去就可以自己完成 只要是用不到的布料都可以完成 从基础手缝开始说明 让学员跟着一步步完成 不管是平真还是回真 将复杂的拉链面纸套 以更简单的方式去缝制 降低学习门槛 尽管课程超时 但学员仍各自完成满意的作品 讲师也鼓励民众回去把用不到的布料 如毛巾衬衫等 重新诠释缝制成独一无二花色的面纸套 接着长方艳华临时报导